说到香港富豪霍英东 许多人都知道霍英东在80年代的时候 曾经花了60亿买下了广州南沙大约3万亩的地皮 如今这些地皮价值高达3000亿 霍英东这笔买卖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额的财富 霍英东这笔投资也获得了50倍的回报率 不过有一个富豪比霍英东更加聪明 当年他花了32万买了一块地皮去发展电影城 后来电影城倒闭了 他却趁机把地皮卖掉 卖出了62亿的价格 32万换来了62亿的价格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的投资 这个这么聪明的富豪就是香港大名鼎鼎的邵义夫 邵义夫是香港大名鼎鼎的慈善家跟企业家 他一生在中国捐款高达上百万 其中由他个人出资先建的邵义夫楼 超过了3万栋 另外邵义夫在中国电影跟电视剧的历史上 影响力也是非常大 邵义夫的邵氏电影跟TVB都是香港 乃至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娱乐公司 邵义夫也开创了属于香港的东方好莱坞时代 其实许多人不知道 邵义夫并不是TVB的创始人 邵义夫最初跟着哥哥们在上海发展 后来他又去了南洋发展 到了香港之后 邵义夫最初是全力发展邵氏电影 后来香港首富 李希盛的儿子李孝和创办了TVB 并且力邀邵义夫加入 于是邵义夫才成为了TVB的大股东 TVB进入了邵义夫时代之后 才正式迎来了大爆发 当年TVB的电视剧跟各种电视节目都风靡中国 可以说是引领了几个时代 1957年邵义夫花了32万元 从香港少村人手上买下了清水湾的地皮 随后邵义夫在这里建设了清水湾电影城 并且在这里拍摄了非常多的电影跟电视剧 清水湾电影城也见证了香港电影工业的 第一个辉煌时代 这座电影城足足有11个拍摄间 总体面积高达6500平方米 还有非常多的外景 以今天内地电影城的规模来看 这个电影城的规模并不算大 不过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 当年的荒郊野外 后来也因为电影城的存在成为了市中心 1998年开始 邵义夫就开始计划建设新的电影城 1998年开始 邵义夫就在香港将军澳建设新的电影城 并且在2002年正式竣工 2003年开始清水湾完成了他的历史生命 2008年开始 清水湾这块地皮就成为了众多地产大亨争夺的对象 第一个开上这块地皮的人 是内地地产大亨碧桂园老板杨国强 当年杨国强计划用125亿 收购邵义夫手上TVB的股份 加上清水湾的地皮 其实杨国强入股TVB完全就是为了清水湾这块地皮 当时杨国强计划自己出资30亿 同时跟邵义夫还有李肇基一起借款60亿 剩下的钱从银行贷款 然后完成这笔125亿的收购 中间刘兰雄也有意向跟杨国成合作 不过后来方亦华拒绝了刘兰雄参与 因为方亦华担心刘兰雄加入 会影响自己在TVB的控制权 本来这笔收购已经谈好了 却最终因为2008年的金融风暴而作废 两年之后 李肇基的儿子李家杰也有意以私人名义 联手内地财团一起收购 当时李家杰找到了郭广昌跟马云一起合作 邵义夫提出了90亿的价格 李家杰认为价格太高了 经过了数次的谈判 最终双方在价格上没有谈好 到了2011年的时候 李嘉诚的好朋友陈国强出手 花了62亿 最终成功拿下了清水湾的地皮 32万买下 62亿卖出 邵义夫也算是赚了一笔 邵义夫卖掉了地皮之后 他没有把钱留给子女 而是全部留给了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2014年邵义夫去世 享年107岁 他留下的邵义夫慈善基金会 总计资产高达150亿 邵义夫去世的几个月之后 陈国强把地皮转让给了 内地富豪郭广昌 其实陈国强从邵义夫接手的时候 就赚到了不少 邵义夫当时出售的价格是62亿 不过市场估值是92亿 陈国强转手一卖 就赚了几十亿 当然郭广昌也不傻 他接手之后 整个项目总计可以出售的 售价高达160亿 他也可以赚几十亿 也就是说邵义夫62亿还是卖便宜了 不过邵义夫也无所谓了 反正当年买下的时候才花了32万而已 其实类似的事情在香港真的不少 这也说明了香港地产发展的疯狂程度 TVB的创始人李孝和 他的父亲当年花了320万 从颐和洋行手上买下了陀螺湾大片的土地 后来这些土地被利嘉诚盖成写字楼跟商场等等 如今价值高达800亿 李嘉诚当年花了65万买下的神水湾一号大宅 如今价值高达30亿 看到香港地产发展如此之快 你就知道为何霍英栋的孙子霍启文最近会说 香港房子太贵了 自己也买不起 所以只能举家搬到了广州 其实邵义夫因为他的慈善事业 很多人一直忽视他在商业上的成就 邵义夫的邵氏电影曾经创造了巨大的辉煌 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工业史上的一个封碑 邵义夫很早的时候 就到美国引入了最新的电影设备 在上海 南洋等地方开创了电影院 并且拍摄有声电影 到了香港之后 邵义夫一方面投资电影生意 另外一方面还投资电视台的生意 香港另外一个电影公司的老板曹达华 当年他在香港钻石山也有一个达华电影厂 达华电影城的规模 比邵义夫当年的清水湾电影城还大 不过这个曹达华好赌 后来常常去澳门 竟然把一个偌大的电影厂都输给了何鸿燊 后来何鸿燊把这个电影城卖给了吴光正 吴光正用去开发地产 就成为了如今香港有名的星河明运 还有合理呼广场 整个项目价值高达1500亿 曹达华等于白白把1500亿输给了何鸿燊 后来何鸿燊为了弥补曹达华 于是就送了一张VIP卡给曹达华 去澳门可以免费吃喝 邵义夫不仅仅是一个大慈善家 还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 接下来我们来说香港玩具大王 曾为儿子花七亿娶女星 百亿家财却留给两个女儿 香港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富豪聚集地 接下来要接受的这号人物 她在香港富豪圈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她就是现任旭日国际集团主席蔡志明 人称香港玩具大王 1945年出生于广东省洁阳市洁东区 蔡志明自小就跟随家人移居香港 家庭生活条件并不优越 中学毕业后她就开始在外大红 补贴家用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间玩具厂当了三年的推销员 凭借精明的头脑 一直以来她的业绩都很不错 因此也攒下了很不少的积蓄 随后她和朋友一起开办了一家 名为香港旭日玩具厂 一年后合伙人因为看不到成功选择退股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 香港很多企业都因此受到影响 蔡志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成功让自己的工厂躲过这次危机 也是因为这次危机让香港很多玩具厂倒闭 保护的市场才有了一丝空缺 蔡志明抓准机会 让自己的工厂迅速发展 短短五年便将一家小工厂发展成 拥有300名员工的中等企业 公司逐渐有了名气 收到的订单也就越来越多 有了资金后的蔡志明选择到内地创办工厂 在深圳及少关等地都建造了生产基地 94年的时候还并购一家美国玩具厂 这也让他成功登上了玩具大王的宝座 在蔡志明的带领下 公司规模越发越壮大 发展目景稳定 而蔡志明最令人津津乐道 并非他的创业史 而是他在选择接班人 这个事件上 蔡志明和妻子共有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二女儿在年少时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自古以来家业一般都是传儿不传女 但蔡志明却没有遵循这个定律 她将拥有8万员工的旭日集团 交给了自己的大女儿蔡佳敏来管理 还让小女儿蔡佳怡接管康建国际 这一家上市公司 让其成为香港最年轻的上市公司主席 而本应该最受宠的小儿子蔡佳赞 蔡志明只让她接管中秒行 与两位姐姐相比 父亲蔡志明对儿子蔡佳赞的安排 很是出人意外 白手起家 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成 如今的鼎鼎有名的香港玩具大王 不可否认蔡志明是一个 有着精明商业头脑的企业家 而且很多豪门家族里 都会出现的家产争夺 蔡佳并没有传出过 可见蔡志明至家有道 各位 你们知道 这号称为儿子花妻一群女星 白亿家财却留给两个女儿的人物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